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说 田田的自闭倾向是蒋默然一手造成的 是她扼杀了田田的绘画天赋 把她变成了一个只会被数学攻势的复读机 我一直知道蒋默然是一个刻板严谨的男人 刚开始我觉得这种性格的男人 踏实可靠 值得托付终身 可是没有想到结婚以后 她变本加力 控制成也 女人生命中的两大悲剧 肉长在不该长的地儿 感情给了不该给的人 那看来我比你惨 这两大悲剧我已经急于一身了 我一直容忍 只是没有想到 我的容忍 最后给田田造成了无法弥补的伤害 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啊 亲爱的 今天是你的生日 多晚我们娘俩都必须等你啊 田田快醒醒 爸爸回来了 给爸爸过生日了 之前我不是说了吗 今天我要加班 会回来很晚吗 开开眼 你老婆我亲手做的 厉害吧 这不是你的专业吗 厉害什么 不厉害 你厉害 连点正常男人的基本套路都没有 你是说我不正常 哪里 点蜡烛啊 爸爸今年三十二岁 我妈给他插上三长两短 当着孩子的命 想说什么了 有我一下吗 大男人别那么矫情 一点情调都没有 许个愿吧 好 好了 许完了啊 对啊 对啊 田田 你不是馋了半天了吗 跟爸爸一起开动吧 来 等一下啊 这一百颗蛋糕 就有三百四十七大卡的热量 而且啊 糖分 脂肪 含量都很高 吃了对身体不健康 我们还是不要吃了 蒋默然今天是你的生日 给我点面子好吗 就吃一块 好 我的面子就这么大啊 你不是整天照镜子说 自己的脸大吗 这样多好 可何况我刚才为了你 这一口蛋糕足足有五克 最少有十七大卡 灯灯灯灯灯 天天 你不是有惊喜 送给爸爸吗 快点拿出来吧 祝爸爸生日快乐 谢谢宝贝 宝贝你看 三 二 三乘以二等于七 三除以二等于几 三乘以二等于六 三除以二等于 三除以二等于一点五 等于你个二百五 你想干吗呀 我是为了天天好 数学是上帝的语言 天天必须要学好 至于画画嘛 当作一个爱好 随便画画就行了 孩子他自己喜欢画 可是我不能让我的孩子 输在气泡线上 我忍你很久了 你知道天天为了 给你过生日 画这幅画用了多长时间吗 你疯了吗你 家庭教育手则第一条 不要当着孩子面找家 好吗 我已经十点多了 天天 我们唱完生日歌 就准备睡觉好吗 那我们一块唱 你生日快乐 也会让你生日快乐 准备睡觉好吗 你生日快乐 冰马俑 他完完全全就是一尊活的冰马俑 我们俩每天貌似生活在一起 思维方式完全不在一个朝代 就是古今大战亲用情 我说 这位机器人大哥 你平时一板一眼 我不管你 但是你不能这么对咱们的女儿 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天性 你要让孩子 顺着自己的天性发展 而不是一味顺着你嘴里的科学 请相信我 我现在的做法 才是顺应甜甜的天性 我要去甜甜的房间睡 我也要顺应我自己的天性发展 等一下 晚安 等一下 你身体的温度是三十六度七 嘴唇的温度是负三十六度七 因为你就是一个冰冷的人 一点温度都没有 我总以为这是我的问题 毕竟在所有外人看来 蒋默然对我都是爱护有加 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我意识到 我错了 天天妈妈 据我们远方观察 现在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我们还是希望 您能带孩子到医院去做一个检查 小语老师 你们觉得甜甜有那么严重吗 孩子的事不是小事 我们还是希望家长能够引起重视 小默然 甜甜被查出来有自闭倾向 你说怎么办吧 甜甜没有任何病 你干吗呀你 干吗呀你 我说了 甜甜没有病 她跟其他的孩子一模一样 现在外面全是用医 为了挣钱 他们才会乱下诊断 甜甜本来非常健康 都是你那些无聊死板可怕之际的教育方式 甜甜才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我的这种教育方式怎么了 孩子学习 本来就不能只靠兴趣 你知道傅雷家书里面 傅雷是怎么教育服从的吗 我没文化不爱读书 别跟我说您的傅民家书 傅雷 我说的是傅雷 傅雷是个教育家好吗 你说的傅民那是 那是我爱我家 他也就教育一下假之国假之心 我就爱看我爱我家怎么了 人家假之国假之心他爸比你会教育小孩 你没有功夫读书 反而有功夫跟我在这儿讨论如何教育孩子 我告诉你 我从小就是这么长大的 我现在不张扬很优秀吗 你优秀 你早就生锈了 你熊不可雕 反正不管怎么样 我不想甜甜长大 变成你这个样子 变成我这样怎么了 你现在不是张扬选择嫁给我吗 我后悔 我特别后悔 我非常后悔四季 我们离婚吧 我告诉你啊 离婚这两个字永远不要轻易地说出口 这对一个家庭来说是一个莫大的伤害你知道吗 一分钟前你还在跟我嘻嘻哈哈 现在呢你一冲动你就要跟我离婚 这叫典型的冲动你知道吗 而且这是你最大的性格缺陷 说来说去 我们俩反倒是我有性格缺陷了 没错 而且你这种性格缺陷 很可能就隐藏在你的遗传基因当中 所以田田的基因只有靠我力挽狂澜知道吗 你靠边站吧 我不会让你再害田田一辈子 一个家庭就好比是一个水分子 它是由两个氢粒子和一个氧粒子所组成的 它的结构十分地稳定 一旦拆开就会发生爆炸 那你为什么直到半年前你才提出离婚申请 还不是为了田田 我想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 所以我也从来没有放弃跟蒋莫然的沟通 我总是想结了婚之后 男人和女人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 用不着非得彼此面对 只要一直在一起就可以了 在一起是在一起 可是这天天屁股对着屁股 这也不是个事吧 我一直忍着 一直忍着 直到去年他出差的时候 我无意间发现了一本日记